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2023年9月12日,俄乌战争进入第566天 首先来看看过去24小时的战况 南线西战场,科帕尼,新普罗科比夫卡,威尔博维方向 在罗伯蒂尼,科帕尼之间 乌军已经攻占了几个俄军的据点 俄罗斯人试图以小五的力量反攻,但没有成功 与此同时,乌军在新普罗科比夫卡和威尔博维之间 从东面和北面通过两个林带向俄军防线方向推进 并攻占了新普罗科比夫卡东北1.6公里处一个重要据点 一个多星期前,我就曾经说过,威尔博维应该很快就能打下来 结果到现在都还没搞定 主要原因是威尔博维村本身地处低地 不夺取南北高地而收复该村得不偿失 因为俄罗斯人将会居高临下,炮击村里的乌军部队 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目前,乌军正在全力进攻维尔博维村南 村北的高地 此外,罗伯蒂尼东南的1166高地也还在争夺之中 俄罗斯指挥部被迫东线调来第76空降师 和第234和第237空降团,以及第7山地突击师部队增援这地区 可见这里的形势有多吃紧了 南县东战场,扎维特内,巴战尼亚北部和东部 都已在乌坛部队的控制下 在他们的东南,乌军昨日巩固了沙坦卡河沿岸 西马越尔斯克北部社区的控制 并继续与村内的俄罗斯部队作战 他们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打下克尔曼奇克 切断旧莫利尼弗卡的后勤和增援 逼迫俄罗斯人沿T0518公路继续向南撤退 巴默特方向,南以三村铁路沿线的森林带的战斗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乌军K村已进入了巴默特市区之间的森林地区 此外 乌克兰炮兵在反击中摧毁了俄军在巴默特市区 南大门的奥皮地涅东部的维塞拉多利纳的一个大型自行火炮阵地 城区里的俄罗斯人应该已经感觉到乌军已经越来越近了 顿涅茨克方向,乌克兰官方已经确认 乌克兰部队攻入了距离顿涅茨克机场直线距离只有3.5公里的奥皮特内村 并取得立足点 目前战斗在村中心居民区进行 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一路乌军绕过了奥皮特内 正在顿涅茨克机场与俄罗斯守卫部队交火 不过目前没有视觉上的证据 东线斯瓦托夫方向,俄罗斯军队继续将人员和装备转移到了战斗基础线 过去24小时,试图向新耶哥罗夫卡以北190米的高地推进 但再次失败了,这个地区新部署的俄罗斯第25级端军 人数2万到3万人 配有大约100辆各种类型的坦克 大约120门各种的火炮 他们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官队伍 但是士兵几乎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 简直就是真正的炮灰 再来看看战场的花絮 一辆德国制造的RA-1 达克斯工程车在萨布尔热挖出了一辆被卡住的乌克兰T-80BV坦克 轻伤不下火线 包扎包扎继续战斗 乌军在开炮前签名留念 新普罗科比夫卡乌军坦克炮击俄军阵地 战地摄影第53旅的一位士兵和他的战车 这是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最后是战场外的消息 摩萨德情报局局长大卫巴尼亚称 伊朗除了出售无人机外 还试图向俄罗斯提供短程和远程导弹 但这一计划已被挫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乌克兰飞行员最早可能在2024年2月 开始在战斗中使用F-12战斗机 首批乌克兰飞行员将于9月或10月 在美国开始训练 据消息报报道 俄罗斯已开始在芬兰边境附近建立军事基地 越打越不安全了 乌克兰和瑞典已同意联合生产CV-90 最近的目标是为乌克兰军队提供 1000辆的瑞典战车 CV-90步兵战车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BMP 可以极大程度的保护机组和乘坐人员 昨天是英雄城马里乌布尔245岁生日 马里乌布尔流亡市政府制作了一个视频 并配文说 我们祝愿马里乌布尔所有的居民早日获得解放 保持耐心和信心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我们都是马里乌布尔人 世界上最美丽 最漂亮 最强大的城市 拥有最勇敢的人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齐聚市中心高举乌韩国旗庆祝马里乌布尔的生日 庆祝我们的胜利 这一定会实践 马里乌布尔我们知道你能行 昨天救济之路的志愿者乘坐小巴 从斯洛维扬斯克前往巴默特方向的伊万尼弗斯克村 遭到俄军枪击 两名志愿者死亡 救济之路是一个乌韩人道主义公共组织 成立于2022年3月 旨在未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平民 提供援助和支持 其志愿者在顿尼茨克和赫尔松地区工作 俄罗斯人又想出了新的招数了 来保护他们的战机 免受无人机的攻击 搭棚子上钢丝网 俄罗斯最新研发立作 加了盖的T80BVM 罗马尼亚正式召见了俄罗斯大使 抗议无人机入侵 韩国总统尹熙悦访问基辅 承诺提供23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大手笔 岸田重申日本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 呼吁俄罗斯立即撤军 并强调乌克兰需要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他也表示 俄罗斯的核威胁和使用核武器 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国际社会向受冲突影响的弱势群体 提供援助非常重要 德国国防部负责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 克里斯蒂安 弗罗伊丁将军在亚尔塔安全会议上的发言说道 没有人相信战争会在六个月内结束 即使许多人认为 我们希望如此 我们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对乌克兰援助已经在财政上保证到2032年 他也表示 那些说因为军事援助很快就会用完 而且长期前景不明朗 所以呼吁进行谈判的人纯属胡扯 拜登再向普京隔空喊话 我们为支持乌克兰而感到自豪 我们不会向俄罗斯退缩 就像我一再强调那样 只要乌克兰人不放弃战斗 拉姆时代因会议 55国就不会停止他们的支援 而俄罗斯就连炮弹都低声下气的 找弹丸小格化缘呢 又将靠什么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呢 所以 这个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啊 是完全没有可能成功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 从历史来看 俄国人一旦战败 结局通常都是比较惨的 比如俄罗斯 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 从1853年打到1855年 敌人越打越多 沙皇尼古拉伊士深感胜利无望 选择了自杀 此外 由于俄国人担心阿拉斯加会被英国抢走 低价将其出售给了美国 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 由于无法忍受战争带来的巨大负担 1917年 俄罗斯人发动了二月革命 推翻了沙皇的统治 并处决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十一家 而这个国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割让了大量的土地给同盟国 再后来 阿富汗用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 给苏军造成大量的伤亡 也导致了苏联国内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终 间接导致了苏联帝国的崩溃 分裂成了十几个国家 可以预见 这次俄罗斯也同样能逃历史的宿命 历史从不重复自己 但它会押韵